这个前身片我们已经制作到了下半截的这个部分 配色部分已经全部都织完了 那全部都织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它有特别提醒你要做秀下指点的标记 秀下指点的标记 这样子你前后片都做这个标记以后 你到时候才能容易对缝 才知道从最下面一路缝到这边就要停下来了 好我们现在来做秀下标记的位置 那花样还是一样 该做什么花就做什么花 那老师通常的习惯就是会先织 这里后才做标记 我们前面先把这个花织过去 好这边该要并针就并针 该挂针就挂针 这些通通都一样 好一二三 好 挂针 并针 再挂针 过去中上三并针挂 然后下下下 好 我们通常老师的建议做法是 你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 等于多做一段 所以它是在它的下方 在这一段的下方 你可以看到在它的下方 我们把这个侧边拎起来 最边边这一针 这个V 把这个V别起来 这个V把它别起来 那你就知道说秀下指点是做到这个位置 好这是这一半 我们很快的把它织过去 我们来进行那一半的别针的这个记号的别法 我们接着这个部分旁边就即将要做完了 好当你把这一行织完之后 反过来同样的 在这一针的正下方 然后在这一针的正下方 然后在这一针请你记得 好这一针请你记得 别起来 好那你就知道了 你的秀口指点在另外一边 这样左右各一个 左右各一个 背面回头就全部上针 背面回头就全部上针 然后进行到上半截的时候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不再玩配色 不需要在两线一起交换着做 那可是记得你的上面还是一样 要配合花样的就配合花样 那要学老师去做改花的 那你要记得你自己的花样要改成什么样子 都要不要前后片不一样 当然前后片不一样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设计 不过那就看个人了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 这边先停下来 好老师讲解一下图了 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从这个地方要一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秀口指点了 然后继续往上针 往上针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花样的部分 好花样的部分 这个在112段的地方 再往上继续向上针 那往上继续向上针的时候 记得你不要再去看后生片了 哇后生片看这边 前生片要看这里 那后生片我们已经解决了 那这一次我们要做的部分呢 就即将会是前生片 然后要记得我们要做的是前生片 好前生片的时候看一下 你的总共全部是72段 好全部是72段 我的领口有几段 领口有30段 表示什么 表示从秀下几点 还要在往上支42段的时候 你就要停下来 42段的地方要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我们要来操作这个前领口 好操作前领口 所以下一堂课呢 就是到这个42段结束之后 我们要来做左右肩 好前片的左右肩 同样的我们也会分成两个部分来录影 好那这一堂课到这边 好前面